偶就是偶然的 像就是幻象 它是一种偶然的幻象 说说偶像崇拜的问题 什么是偶像呢 偶像就是呕吐的对象 肯定不是 偶像是大家崇拜的对象 但是崇拜的可能是你习惯的 一种你的欲望所投射的一个对象 也就是偶像其实是崇拜偶像的人 所制造出来的 换言之偶像之所以成为你的偶像 总是它能够跟你的某种欠缺的欲望相吻合 所以它就成为了你欲望满足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 偶像就是你制造出来的 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人 他对别人没有吸引力 对你就有吸引力了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讲 偶像的一种主观的被制造性 那我想说的 从我的自己的信仰来说 我当然反对偶像崇拜的 但是当人有时候短暂的 是需要某些心灵的一些寄托 这个寄托就会投射到 某些在某个灵界 他在超越你的一些所谓的英雄上面 比如说足球 我曾经看过一些足球 比如说突然就发现 梅西 西罗 什么哈兰德 他就在那一瞬间成为了你的所谓的偶像 你就从外都不得了 然后你就希望他每一次 每一场球都进球 而且进得很精彩 但是当某一两场场次 他突然发挥失常 或者没有满足你的这种期待的时候 你对他的一种偶像感 慢慢地就淡下去了 所以我想说的另外一个命题是 偶像它往往是不可靠的 它是不恒定的这个东西 其实我这样说的时候 我是在慢慢地试图去界定 什么是一个偶像 就是能不能成为你一生的一种激情 一生的仰慕 那他这个就比较难了 那真正能够吸引你的一个东西 一定不仅仅是外在 他表现出来的所谓的自然的才华 我们很多人崇拜偶像 其实就是崇拜所谓的天才 就是他在自然禀赋上 他在某些方面确实是超越你的 脸压你的 是吧 他的智商 他的创造力 是吧 他的动手能力 他的思维方式 但是如果我认为了 如果仅仅是在一种自然禀赋的一个层面 我觉得不足以支撑一个偶像 因为自然的东西呢 往往就是不是人主观 他能够达到的东西 他是天注定的东西 对于这种天注定的东西呢 没有必要崇拜 就是我不可能去崇拜 一只老虎啊 是吧 他比较凶猛 或者一头豹子 他跑得飞快 我不会崇拜 因为这是他的这个本能的一种体现 是吧 所以在偶像的背后 他一定是有某种人为的这个因素的 这是我自己对偶像的一个界定的 那我觉得偶像可能 他可能需要一种道德人格的一种恒定性 但是他道德人格恒定的东西呢 很多时候呢 他又在某种意义上又是反偶像的 因为偶像他可能是需要某种激情去支撑的 或者某种热情 你突然就被他的那种魅力 一下被他所完全的征服 完全的笼罩 这是需要一种情感的 一种调动的 但是呢 如果是一种道德人格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忍耐 他的坚韧等等 这些东西成为了比较尊重他 或者崇拜他的一个理由 那这些东西呢 可能是一种长期的 一种人格观察 而不是短期的 因为某一件事情 某一个特殊的一个经历 然后使他在那一瞬间征服了地 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种 偶像的一种突发的 这么一个东西 是吧 因此呢 当我们说偶像 可能它是具有一种 人格的恒定性 它需要你持续一生的 这么一种热爱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 能够满足这样的一种偶像标准的 其实还是蛮少的 你比如说 可能你会崇拜爱因斯坦 会崇拜贝多芬等等 你肯定是首先崇拜他那样的一种 一生他都在影响你 都在引导你 在这个意义上 他就是你的一个真正的一个榜样 所以说偶像 我想他不仅仅是要崇拜他 而且他是可以效法的 就崇拜跟效法 它是两个层面的问题 崇拜就是他高高的像神一样 高高的共起 但是呢 如果我们永远对偶像 仅仅是崇拜和仰望的 这么一个层面 那么也就是偶像 就不可能降临人间 降临到你的具体的生活当中 那我想这样的偶像呢 长此以往 可能他也就失去了 偶像的一种作用 因为偶像他一定是要有 激励机制的 就是他能够激活你的生命 而不仅仅说 你就是完全是被他所折服 这不是的 所以说偶像跟你的生命之间 能不能形成一种交汇 一种互动 我觉得这可能才是 最关键的一点吧 那在这个意义上 确实就比较难 所以偶像它一定不仅仅是一种崇拜 它应该可以效法 这是我要说的另外一种界定 那在这个意义上呢 其实我在不断界定偶像的同时 我其实是在进行一种 去偶像化的工作 就是说当你以这样的一种标准 去衡量偶像的时候 你终于会发现 其实每个人呢 他可能有值得你去学习和效法的地方 但是呢 人都是有限的 他一定也有他的一些重大的缺陷 当然了 如果你爱他 你就爱他的全部 你崇拜他 也是崇拜他的全部 可能一个人 比如说 我就举一个例子 像足球场上的这个C螺 那C螺呢 球体得好 但是我们之所以佩服C螺 不仅说他的一种天才 他的球技 更重要的是他那样的一种好胜心 他的为了永远保持这个状态 他的一种节制的精神 所以你会发现他的勇敢 他的进行 他的节制 反映出来 他可能有时候会脾气暴躁 他会充满这种激情 他会很张狂 但是所有这些都是他的一种 道德人格的 一个完整的一个呈现 你不能剥离了 你想看的一个方面 把你不想看的 他的性格当中某一方面 给他隐序 那样他就不完整 所以说我们有时候 喜欢一个人 可能恰好是因为 他因为有这样的一种缺陷 他有这样的缺陷 他能够把他能够绽放的东西 绽放到极致 我们是在这个意义上 去崇拜他 去尊重他的 那么从这些标准来说 我是觉得我本人而言 我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偶像 换言之 可能在某一些特殊的时间 特殊的领域 我可能会觉得 这个人还不错 还值得我去学习 三人行必有我师 这个是没问题的 但是你要说 我像那种比较如罪如痴如狂的 对一个偶像 就爱得不得了 以致在爱当中去淹没了 我自己的这个独特性和存在 那我就觉得 我可能做不大 但可能我是吃的一种眼光是什么 我们跟偶像之间 也是在道德人格上 其实都是平等的 他在某一个方面 他绽放 他追求到自己的极致 那我们从偶像身上 要学到的是 我们如何把我们的这种极致 在我的条件之下 能够绽放出来 能够把我的生命打开 所以说我就是我自己的偶像 但这不是自大的意思了 就是正确地去看待自己 那么从我自己来说 能够一生或者真正的影响 真正能够塑造我的生命的 我想偶像 还有一点 它是能够积极地 去塑造一个人的生命的 这么一种存在 也许我可能喜欢的一种类型 其实大家听我讲哲学 讲观念讲的多都知道 我比较喜欢这种类型的 比如说像马吉亚维利 或者就维德根斯坦 他们当然在天赋和天才方面 都是没问题的 他们的记忆力 他们的写作能力 他们对世界人心的洞察力 但是相对来说 我肯定会更喜欢 马吉亚维利一点 因为马吉亚维利跟我 可能更接近 维德根斯坦又觉得 稍微太远了一点 有点过于独特 就是你没办法去学它 它的所有经历 而马吉亚维利 它的那些真性情 它有它的高级气味 也有它的低级气味 维德根斯坦也有低级气味 在哲学方面 它追求特别大的深刻 是吧 但是平时它也会 有它的一种生活味和 人情味 所以说我们崇拜一个偶像 我们其实是崇拜一个 活生生的人 活生生的存在 但是永远不要把它看成 是神一样的东西 是超越你的东西 只是说在生命当中 可能它作为一种精神抵律 它一直伴随着你 与你同行 我觉得这就够了 而且这种偶像 是与一个人的人生气质 是密切关联的 我也讲过 比如说我为什么 喜欢马吉亚维利 就是它对政治人性的 那种洞察和真诚 它跟维特根斯坦 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他们是很真诚的 我就是真诚地去喜欢什么 但他们俩表现出来的东西 不一样 马吉亚维利的真诚 是表现出一种戏谑 嘲笑 嘲笑看人生的感觉 但是维特根斯坦的真诚 可能反映成一种愤怒 或者是一种不容杀子的 那么一种感觉 但是他们都是 在与自己的虚伪去作战 还有我说过 他们的一种信仰观 我们知道 一说了偶像就会说到信仰 信仰肯定要寻找一种 最靠得住的东西 什么东西才是你最靠得住的 比如说我们信仰的是 永生的东西 是永恒的东西 但是马吉亚维利和 维特根斯坦 甚至说信仰的是一种绝对 一种绝望 这个绝对跟绝望是可以打等号的 绝对就是绝望 绝望就是绝对 不绝望就不可能绝对 要绝对就必定要绝望 就说是当信仰 你抛弃了一切的幻想 一切的可能 一切的侥幸 一切的西头巴脑的东西 你是直接的决绝的去面对你的生命 面对你的死亡 面对你的无所盼望 但是你还能够坚定的去做你该做的事情 这是他们的一种信仰观 我想这种信仰观可能也会深深的去影响我和塑造我 我们就是真正的面对 我们能够相信并且激发我们采取人生行动的东西 我觉得你相信什么东西 有一个最重要的检验标准 就是你愿不愿意为了你所相信的东西 去付出 去实践 去反映在你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对偶像的定义 实际上是一种反偶像的一种说法 最终我解构了偶像 但是我又还原了一个真正的 我们应该崇拜的所谓的偶像 偶像这个词说得挺好的 偶就是偶然的 像就是幻像 它是一种偶然的幻像 我们就把偶然的幻像 转变为必然的真实 那我们的生命就会有真正的一种动力和方向感 好 谢谢